薄熙来垮台 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面临落马 引发中共政坛地震 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接连不断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主张宪政改革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连在中共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太子党也纷纷加入 据香港开放杂志报道 4月5号中共民主派的言论重地 《炎黄春秋》杂志 召开了有关薄熙来事件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座谈会 与会者纷纷表示 中国大陆人心四变 现今的维稳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他们认为民间应该与总理温家宝改革的呼吁互动 杂志执行主编徐庆全说 现在所有的人都希望变 不管是被称之为左还是被称之为右的人 也不管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 从左右到上下都有相同的呼声 据了解中共太子党近来相当活跃 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道路的有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叶剑英子女叶象征叶选宁 陆定一之子陆德 陶柱女儿陶思亮 马文芮女儿马晓丽等 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有时也会前往复会 他们一致表态支持胡温习中央 报道说叶选宁还是最早出来要求中央处理薄熙来 免出薄熙来职务的太子党人物 同时他们还主张平反六四 太子党这里边有对历史比较严肃思考的有一群人 他们也看到了中国面临的这个危机 因为危机如果不解决 压制民变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整个经济啊 还有国体啊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讲 谁都也不愿意看到国家陷入一个大的灾难当中 所以他们希望在这个灾难没有出来之前 尽可能的想一些办法去避免 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 在座谈会上曾担任中共中宣部长 22年的中共元老陆定一的儿子 APEC亚洲院士陆德也表示 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到顶 他认为应该马上解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 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温家宝今年以来不断强调政改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言论上也更加大胆 汪洋近来呼吁还政于民还权于民 被置于温家宝遥相呼应 形成北温南汪的改政乌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时政评论家李天孝表示 中共党内改革本身已经不能解决中共的根本问题 因为现在中共在历史上已经犯上了超天大罪 现在情况是共产党 它是必然要解体的 必然要灭亡的 必然要崩溃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讲改革的话呢 可能会对老百姓产生一种幻想 同时呢 它符合中共目前掌握解决危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这么一种思路 改革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从党内改革来说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杂志副社长杨继神在会中表示 中国现在处于大变革前夕 民间怨声载道 只待有人登高一呼 他说今天和1966年相比 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腐败程度严重得多 特权也严重得多 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 权色交易散发的臭气 弥漫污染着整个社会 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 新唐人记者长春薛丽采访报道 权色交易散发的